因為它這個乾杯式真的超大一點 後上半便剛帶這個 拍式就很討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方便 我是方便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噔噔噔 記得點上方的小連結喔 一定要點進去看喔 好香的是原味 我們吃辣味 那好像裡面全部都是港貝 對 所以其他人不太一樣 我有吃過一次 驚為甜 噢 它拌麵超好吃 超好吃 因為它可以吃得到 然後它就是一組的 所以你如果買一組的話 你就一次就會有原味跟辣味 YES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炒高麗菜跟拌麵 Let's go 加油後爆香蒜頭 高麗菜拌勻後加水 上袋燜煮 開袋後加入頂級XO醬 加成升級驗色菜 拌勻即可完成 煮完了 沒錯 就是快速的拌個麵 乾杯 乾杯 我們先來吃吃 因為它這個干杯是真的超瘦的 它就是整罐全都是干杯 整罐 撈起來一看就知道 至本 至年干杯 我該醬飽 我該醬飽 很好吃 而且 因為拌麵菜算是比較清甜的 它本身就有甜味 然後再加上海味 它喔 這個拌麵就是你這樣 要醬飽 醬飽 這就是真的 嗯 我真的很想吃這個辣味 以後嫁得吃 我可以放邊本身 還吃到 可以接送嗎 還說可以接送 所以我們之前開的這個香蕉小卷 喔 那香蕉小卷比較辣 給大家做個參考 從我們之前開過的小卷 嗯 香蕉小卷目前是第一名最辣 真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第二名 不辣的話就是完全是甜味的海味的 喔 好甜喔 然後上半便當在這個 直接剛爆發工資 欸 真的 上市就在討厭你 賺 好 那今天也幫大家整理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它是日本四年的大干貝 其實吃就知道了 而且因為它頸罐呢 裡面都是干貝首脫 所以跟其他家的干貝醬比一下 它就是更干貝一點 大家懂吧 更干貝一點 因為如果有蝦的話 基本上加稍微多一點 它的那個整罐就會是蝦味 它這個就是干貝味 對 推薦給大家 第二個重點 它是純熟豐福花炒吃的 所以它的風味會比較特定 對 就跟一般的干貝這樣吃起來 它的甜味又更重不體 鮮味 對 也會比較重 第三個重點 就是它可以拌飯半便 然後反正就是入菜各種 如果你們喜歡吃海鮮海味的話 這個醬就會滿適合 那今天開箱的這個洪嘉玲 DXO巷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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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hy also 這個洪嘉玲 這不算是